大马人才遍布世界各地 出生于槟城的国际著名水墨画家胡航达 虽然常驻美国 但是对乡土仍然抱怨念想 胡航达原本在本月底要到新加坡开画展 但在那之前 他特地将最近的40幅新作品 带回家乡槟城进行相框 顺道应槟城水墨画协会的邀请 和本地画家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和历程 胡航达常用胶材或压克力颜料来作画 并且认为水墨画不必拘泥一格 认定除了墨彩颜料 就不能用其他作画工具创造美好作品 胶材是很有很多好处要用的 你可以画水彩画用胶材 可以画油画用胶材 因为很多人只说这个胶材只用 是要抽象牌这样子 但是我可以用胶材来做很多 没有很多人用的 胡航达笑着说 虽然大马画家的水准和美国有段距离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 他也鼓励年轻的画家多出去走走 从别人的创作中汲取灵感和更多能量 他也顺说在创作路上 画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就是用功和信心 要相信自己也要多加练习 那就能更勇敢地追逐梦想 胡航达将于本月29号到8月1号 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展出40幅新作品 谢谢大家